你敢想吗 有吃有拿有玩 免费 走吧 走吧 绿灯了可以走 谢谢 宝贝 你看鱼很大 有卖饲料吗 回来再喂好不好 哦 哇 星期六的早上 真的好多人来参加活动 女儿还没睡醒 今天天空好美啊 对啊 他侧躺啊 人家还在睡觉 这就是摄香猪 觉得摄香猪长不大的 绝对是误会 他可以长这么大 的手 好大啊 女儿说这边有宠物运动区 但是我没有带小Q 小Q就不能爬山了 我自己上都费劲 我还抱小Q呢 我 然后沿路啊 就有很多这种牌子 会介绍 你看这个是介绍这个台地 就是红土台地 就是这个位子的地 然后还有介绍植物 然后还有来这边的动物 都有介绍 现在我才走了 450公尺 这里 哇 还有一半呢 看这个是介绍的什么 小花 曼泽兰 这好可爱 刚刚路上的铜花 现在铜花记忆好美啊 然后那远远的这些 不知道是不是 还蛮舒服的 很多人都带小孩来逛 这一棵是叫夫妻树 这个是互相扶持的一棵树 耶 女儿看到一个蜥蜴吗 很像树叶 它四条 那它刚刚两只脚走 它刚才跳起 大自然就这样 能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 跑好快 它的脚是黑的呀 我们北方人呢 真的很少看到竹子 北方没有 然后我大概是在几年前呢 在一个电视节目里面才知道 原来竹笋长大了就是竹子 我的天哪 我说我不知道 我老公吓了一跳 走了宝贝 宝贝你抬头看一下这个介绍 喜马尼乌鸡 看到没 它是奇特又珍贵的 它是鸡中的兰宝基尼 兰宝基尼就是一个 很名贵的一个汽车 跑车那种 对 然后它价值不菲 最高单价是2500美元 相当于台币75000耶 然后此外 营养价值也和一般鸡不同 含铁量很高 可是这么贵 你怎么舍得吃 走了 走了 看它又起来换位子 它现在在这边 其实你看它长得很可爱 嘟嘟 你好 你好 然后主要它很聪明 你知道吗 猪很聪明 所以很多人骂说 你笨得像猪一样 没有哦 猪很聪明 不要侮辱猪 你好 嘟嘟 它知道我得叫它 你看它耳朵动 刚才跟这个小女生聊天玩了一下 好可爱呀 想到我女儿小时候 一眨眼已经长到这么大了 在聊天吗 你们两个在聊天 你跟他说什么 跟他说 我帅 你说你很帅 然后他说 没有我才帅 哎呦 这警卫大哥 北拜哦 加油 加油哦 不许打瞌睡哦 我们现在已经登山回来了 发了一个餐盒 是统一面包的 里面有什么宝贝 这个是牛奶球 嗯 然后嘞 哦 这四个面包 罗宋面包 对罗宋 这个是 三名字 对 花生加薪的 它是单独 两颗单独 肉松的 肉松的 好 现在是在抽奖 然后只有会员才有 所以我们就先回去啦 刚上车 好热 那风扇忘带了 宝贝 差很多 她都跑到这来 那个吹冷器 等一下上高速路 你得坐后面 快去吧 我把我姑娘坑惨了 大清早我就给她叫起来了 睡着了在车上 我女儿说 我破坏了她一个美好的星期六 然后大清早被叫起来了 然后跑去爬山 嗨 大家好 我是阿丹 我们回来了 吹一下风 真的是太热了 现在外面 刚好大中午的 今天很开心 跟我女儿呢 去参加了一个亲子活动 是我朋友邀约我的 她所投保的这个工会 然后就是今天有这个践行活动 我想说我朋友约我了 带我女儿一起去吧 去感受一下 这样的集体的活动 去登山 然后其实呢步道不长 但台阶很多 女儿一直吵着说累呀什么的 因为我们家真的很少运动去登山 我们上一次去登山 几年前我们去那个大阪根 去大阪根那边去登山 我的天哪 真的一晃好几年了 很扯好几年了都没登山 我还路上看到有人带狗狗去 就是有一个人带了也是腊肠狗 男生 我那个什么 帅哥 帅哥 我女儿说小Q搞不好会喜欢呢 是不是啊 女儿刚才一到家里就跟这个小Q分享了 我看到一个帅哥 你一定会喜欢 很可惜你没去 然后我是想说 其实台湾这种小确幸啊 就这种活动啊 我真觉得说特别好 最主要你们知道吗 它免费的 是工会呢 就是大家有吧 这个工会缴这个保费 然后工会的话 拿出一部分来再回馈给大家 我觉得愿意收了钱 再给大家搞活动 我觉得都是好的 我朋友以前还约过我 他们这工会还搞什么 千人的烧烤烤肉 后来是因为疫情啊 然后就取消了 这几年了好像是 我就听那个什么 就是应该是他们那边的主管嘛 然后在那讲说 真的是几年了 没有这种大型的集体的活动 这一次的话很开心 真的有吃有拿 后面的话呢 他们会员的部分还有抽奖 是那个 是今天去那边的那个 温泉泡汤的券 然后还有还有面包 餐盒的话是一个面包 餐盒的话我们都有 哦就是因为我朋友带我去的嘛 我们算这个亲朋好友的话都有 但是抽奖的话 就只有会员本人才会有 是这样 我朋友抽到了那个什么 泡汤的券一张 然后呢 他说他会再买一张 在网上 然后跟他老公一起去泡汤 是不是很不错 我觉得台湾好多这种活动啊 像我们礼啊 也有这样的活动 以前我们家社区的话也会组织这样的 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哈 就是一日游 那个时候还免费呢 我们这个社区的话其实有年头了 二十六七年了哈 物业费的话也真的不贵 是按户收的 像我家这一户的话才一千块 它不是按那个什么 就是面积来收 现在新的都按面积 对不对 我们家的话是一户才一千块 就是年脚的话 和一户一个月一千块 我觉得很划算呢 然后以前的话 还有组织这个去旅行的活动 一日游哈 就早餐 然后大巴车晚餐 然后加上这个中餐也有哈 然后最后回到温暖的家 一日游 我去跟过一两次 但在车上的话 大巴车上面大家都唱歌 就是唱台语歌呀 日语歌呀 然后真的很大声很吵 真的后来的话 我家也就没跟了 再过了几年之后的话 就是社区就说 因为我们的社区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就是很多维修要更换的东西 然后就跟大家讨论说 看是要涨这个 涨这个误管费呀 还是说这个 把这个活动取消 每年的旅游 这个活动取消 然后通过开那个业主大会 然后大家同意说 是把这个活动取消 所以说后来这个 旅游慢慢就没有了 好像过渡的时候的话 是以后的话呢 只允许一个人呐免费 然后另外的话 就要就看你报名几个人 你就要缴费这样 然后慢慢的话 最后就取消了 就是我就发现说 台湾人很喜欢 组织这种邻里之间呐 然后像你看像工会之间呐 大家有这样的集体的活动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然后像今天的话呢 也有跟这个什么 路上遇见的小女孩呀 什么去聊天啊 我也带女儿去接近大自然 我真的觉得说 这些方式不错 我很喜欢 然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 这种互动啊 像之前邻居家的话 我通过认识邻居 好像好几位的话 都是通过旅游认识的 就知道说 啊你是我们社区的呀 以前见过你呀 怎么这样 就开始聊天什么的 所以我老公就说 认不认识的你都能聊天 就是从这开始的 就是我老公说 我们家附近呢 包括我们社区的人呢 可能都不认识我老公 但是很多人会认识我 我很喜欢参加台湾 这样的活动 除了它是因为免费的啊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有吃有玩之外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好的邻里间的一个互动 然后是认识一些 新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把这件事情 分享给大家咯 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 好了 喜欢按赞影片的朋友 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明天再聊 拜拜 拜拜